主委知事 主委居士 大众放长 在189页 这边呢我们谈的是教官纲宗的别教 别教 画法寺教的别教 那所谓的教跟官呢 就是佛陀的一代实教 如来说法 他是就像现在这样 人来的他就说 那佛陀成道之后啊 在这49年当中 他没有休息啊 那没有休息啊 人是无敌铁金刚吗 不是嘛对不对 所以有的人呢他就有办法 从早到晚 白天晚上 无有疲宴 我们来听 佛陀所说的这个教法 那时候 中叶诵经已至消息 无以睡眠因缘 令一生空过 无所得也 那时候我们看到 这个这一段的时候 就是哦 原来精进 就是要一直 无有疲宴 无有疲宴 可是问题是呢 当我们在实践的时候啊 你会 哎呀不行啊 人是 这个都会需要什么 有一个 休息时间 然后有 紧绷的时间 那你怎么样可以做到 像佛陀这样子 天上人间 然后白天晚上 初夜 后夜 义务有废 然后中夜 诵经 这样24小时 算起来 真的你一点时间 都通通都 榨干了 一天可以 两天可以 一年可以 吗 就是哦 就会有这种问题 可是这个其实是 佛陀他在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的心 已经修到 一定的 清静跟稳定 他的确很自然 就会这样 不用勉强 那方法是什么 方法就在 佛陀的所有的教学里面 那这个教 就会教我们如何成为这样子的状态 这个状态叫做佛 佛会告诉我们说 他的身口意是什么样子 他可以产生什么功德 那49年当中呢 佛陀遇到各式各样的人 就是应激 失教 因为有的人程度不一样啊 怨心不一样 生活经历不一样 身心的状态不一样 那这些教法呢 就后来传到后世就被记录成 一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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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时候呢 这个经啊 是给菩萨听的 有时候这个经是给 这个一般出击的听的 有的是给在家居士听的 有的是给出家人 专门只有出家人听的 那我们现在呢 听都是混听 有没有 我们就是 这个华严经是给谁听的啊 哪一种菩萨 就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说 我们现在传过来的 传到后世的经 已经是整部 叫做三藏十二部经 整个图书馆了 那这么多的书 到底哪一个是给我听的 就是讲给我听的 我们会好奇嘛 所以今天这个菩萨来说 我今天要来请个华严经 我觉得我的人生 好像开始要跟华严经结缘 那种冥冥之中 好像有一个进度在走 那这个进度呢 也许是有人告诉你 也许是你自己想 那也许是 做梦梦到菩萨告诉你 要读这个经 这三种 这三种都有 哪一种力量会支持我们读完 哪一种力量会支持我们读完 哪一种 这三种 就是三种嘛 一个是做梦 梦感 梁花宝灿就是梦感 有没有 有的是做梦感应到 菩萨叫他念 华严经 一个是自己突然想念 一个是别人叫他念 哪一种最有 真的哦 自己突然想念 也有可能突然不想念 有没有 大部分都是突然不想念 一直都想念 要有梦感 而且还梦到菩萨 他会告诉你说 你要念那种压力比较大 是不是 有吗 有这种吗 其实这个都是 都是 你会得度 就会有该得度的缘 你信什么 他就会出现什么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我们不知道自己适合哪一步 我们就随着现在的缘 你完全接受现在这个缘 不是别人造成的 是你的愿力造成的 你自己的心 去出现了这样子的缘 心是有感应的 你不管学佛没学佛 你都会有感应 佛陀只是告诉你说 你要相信 这个是你的感应 不是别人 佛陀只是解释 他没有给你什么新的东西 他只是把它讲清楚 中间的原理讲清楚 这叫做教 那教要练习 要实践 你说真的还假的 做做看 是不是 真的还假的 我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佛陀讲的是真的吗 千真万确吗 虽然我很想相信 可是 你没有完全相信 半信半疑 为什么 因为佛陀说 你可以成佛 你是佛 我不要 我不想 我不会 我不觉得 就有很多很多的 自己的不确定 会造成这种状态 所以其实在这边 这个教室需要有 观 来 印证它 要match 就是 我的道理 是不是 天马行空 还是可做 然后它可以 变成真实 变成我们 现在的生活 佛陀所说的法 它是不是只是空谈 或者是只是理想 它有没有可能 真的实践 实现 那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读 教官 刚中 你要先知道 这个是 大概是一个分类 就是佛陀的法里面 它其实就是一个 大概先分类 分成大类 那其实 整个大类 其实就是两类 一个就是 自立的 修行人 就是自我解脱 想要解决自己 切身的烦恼 因为它的能力就是 我能够保有 保平安就很不错了 保有身心的平安 我开的是一艘小船 然后呢 我就奋力 很努力的 那个小船 在那个大河流当中 我只要维持 不要翻船 一人吃 一人饱 就全家都饱 我顾好自己 那这种就是 他的力量比较小 他相信他自己的力量 是比较小 不是他真的力量这么小 是因为他的认知 他的观念里面 他就觉得 哎呀我这样就 就已经很费力了 但是我们常常 小看自己哦 你只有这样子吗 你一个人要去对抗 全部的人 你会害怕吗 好 所以呢 就有所谓的 藏教的菩萨 他就是要怎么去解决 这个烦恼 他就因为烦恼很真实 敌人很强大 所以我就要修法 去对付他 一个对付一个 一个对付一个 一个来就对付一个 这个时候呢 这就是小圣啦 藏教的 他开着小船嘛 那一个浪来了 你就要那个船 就赶快稳定 不要翻船这样子 那事实上呢 要最安全 其实是要大船 对不对 可是一个人 开不了大船啊 现在是有机器啊 以前呢 那个大船要怎样 是不是要 100个200个 大家一二黑 一二黑 这样子有没有 就像那个 就是要大家一起 一起划嘛 有看过那个 古时候的那种 帆船也好 或者是那个 他总是要有 很多人要一起 那所以呢 你这个大船 相对来讲 比较安全 而且呢 到彼岸的 成功率比较高 但是你要 这么多人 大家要 一起同一个方向 不然也没用 那个船不会动 就是团结力量大 那这时候 你的心就要 大家一起成功 你的心不是 我一个人成功就好 哎呀不要管啊 你们那个动作 那么慢 你们这些人呢 啰啰嗦嗦的 想要把这个众生 踢到边边 我自己走 这样比较快 你看我们 如果去爬山 是不是有的人 就一下子 就走到最前面了 那走到山顶了 为什么 因为他就很懒 懒得理那些 慢动作的 但是有没有一群 就是有的菩萨 其实他可以走到山顶 可是他就觉得 不行啊 有老人家 他爬不动啊 我就在最后 然后慢慢摸 慢慢扶着老人家 然后慢慢走 是不是有这样 好 那难道他没有能力 去山顶吗 不是 他还想要多照顾一些 同路人 好 那这时候到最后 他也会到山顶 但是全部大家一起去山顶 那你是怎样 哪一种人 修行也会这样 就是我们一件事情 自己做比较快 老实讲自己做比较快 但是呢 大家做比较好玩 大家一起做 人念经 一个人念比较快 你随时想要念就可以念 对不对 但是大家一起念呢 很难维持 很难维持 说每个人都步骤快 有的人念很快 有的人念很慢 你看我们每次在回向 回向的时候 是不是都七嘴八舌 从来没有统一过 很难啊 就是各自回向 然后偏偏又要开麦克风 就是 所以你就知道 就是这个菩萨行就是这样 什么都可以 什么人都可以 但是他就 有他自己的进度 就我们每一个人 看起来是在同一个团队 貌合 神理我们只是方向一样而已 老实讲是真的啊 我们只是误以为 我们可以跟所有的人 一起一辈子 这是误以为啊 我们都是走自己的进度 只是刚好有缘 大家我们在同一条船上 这样 是这样 那既然有缘 那就有缘啊 反正同一个方向没有错嘛 是不是 最后一个上船的 也在船上啊 一定会到 最后一个下船的 反正我已经到彼岸 我一定会到 你就很安心 好 那这就是菩萨 别教的观念就是这样 他只要相信就好 有没有 他就但中嘛 养性中 所以他在讲 这个过程是什么 你要先确定 我只要相信 好 只要相信之后呢 刚刚开始 内凡三十心 三贤位的时候 其实内凡这个阶段啊 他还在培养我们的信心 有没有 所以他叫做实信 实信是前面的 外凡 培养我们的信心 让他开始安住 就是发心住 有没有 发心住 置地住 修行住 身跪住 方便聚足住 正心住到第七 确定不会退 所以内凡的三十心 的三贤位的第一个贤 第一贤就是实住 实住到第七住 才确定 你不会翻脸不完了啦 好 哎呦我今天不完了 可以吗 可以啊 你会发现 你怎么明天 我怎么还在这艘船 就是你了解吗 就没有认清楚说 我们已经上船了啊 就很好笑啊 但是有人会这样啊 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旅途 中间如果有什么跟人家吵架 不如意啊 就有人就要拿着包包说 哼 我要脱队了 有没有 那你说哎 脱队哦 你如果一个人哦 你要进 就是一个人进 你要退 你也一个人退 其实没有什么负担 随时都会退 其实一个人比较容易退 因为你就没有什么挂碍 那你如果说 哎我们是一千个人 一起上船 你要退哦 你要退吗 你就要应付999个 一直来劝你 到最后死在 烦死了好了 不要退啦 你了解吗 就是这个就是防退 防退方便 最聪明的就是加入一个团队 那有时候今天是 今天是假退 然后假就被劝停了 哎明天换 劝他的那个人想退 假就回过头来劝他 不要退 是不是这样 苏林是不是这样 有时候 哎我要去受菩萨戒吗 当初是不是这样 我不要不要 你看他就跑来跟我 先报名要退戒 不行 师父我不行 我要多考虑 我要想半天 你要想多久 我要想 可能还要再想一下 有没有 是不是这样 你忘记了 你看 不认账了啦 三不五十要给我退 我说这个不好吧 你这个不好意思哦 你已经退 那个我们已经送上去了 这样不好意思 然后他就是因为这样子 觉得不好意思 有没有人因为不好意思 只好去受戒 因为报了不好意思退 有没有 就是他就会这样 他的灶门 就是怕麻烦别人 所以以后呢 你要拜托他 你都 你就是 要让他 觉得他 好像会麻烦到我们 所以他赶快把事情做好 好 这个 这个是菩萨的心 好 菩萨是这样 我今天进了 也没有怎样 所以我就发现 还可以有能力去照顾别人 去劝别人 那么当初的承诺 是很容易会忘记啦 你如果只有一个人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个一千个人 一万个人 你真的就是比较不容易退转 即使退转 旁边的人就帮你怎样 绑住 绑定 就是所以到第七 你的内心 才会真正的 确定不会退 前面都还会啊 前面就 就不确定嘛 因为 我的心里面还有那个烦恼 会跑出来 所以他对应 通教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 所作一半的 对应 藏教的阿罗汉 对应通教的一半地 这个时候他的见思或没有了 他不会跑出来 在那边干扰你的道心 我们有见或思或 他是在干扰 干扰我们自己修行的道心 就让我们轮回啊 要不然就是在那边 静静退退 好 很精进 那有时候就是 头儿响响 就很开心啊 你在想 陈振兴 他去发愿 我要发愿 然后隔天呢 就被打败了这样 有没有 就是常常会这样 被打败了之后 想一想 还是不行 还是要发愿 就是这样 我们的心是 没有办法很稳定 主要就是 患得患失 有很多的见或思或 还在那个地方纠缠 但是见或跟思或 是一定要这样子吗 其实不一定 只是我以为 我就这样 我们会启烦 那我们常常会 被自己的过去 怎样起烦恼 就 我本来怎样 我以前怎样 可是你以前跟本来 都是在轮回啊 所以当我今天要脱离 轮回的时候 那个轮回的惯性会出来 绑住你 就告诉你说 你不可以离开我 离开轮回哦 你不可以离开魔 有没有 这个魔是这样子啊 他的内心 他就会占据你的 你的清静的 菩提心的位置 占住说 我才是你的主人 我们内心有很多的烦恼 已经被他绑架成 好像他就应该要存在 我们的心里 我不起烦恼还不习惯 有没有 来各位 你想想看 你上一次起烦恼是什么时候 就刚刚啊 就是 有没有 就是 有没有那种说 奇怪我好像 好几年了呢 有这种事吗 那就很恭喜你啊 就刚刚 我早上 美玲刚刚早上才跟你家老爷 没怎样 没怎样 没事 榴莲不对 就莫名了 你要拿麦克风 这个礼拜 因为清明节 还在那个节气在过 所以大家都是在那个地方 莫名其妙 心像讲水逆 水逆 你有没有水逆 你水逆了吗 正在水逆 你正在水逆 所以你都突然有一股气 很想找他麻烦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就刚像刚师傅讲的那种 我突然那句话 就好像有点敲醒的 我这个礼拜就有点恍恍惚惚 然后那种感觉就像刚师傅讲那句 轮回的惯性 就跑出来了 感觉说 就好久没轮回 好久没轮回了 就很想轮回一下 放弃 然后算了轮回就轮回 真的就是这样 可是现在 在上课的当下 觉得好像又敲醒了 不行要用功 那个思绪要赶紧把它退掉消掉 所以我觉得跟师傅修行是真的很必要的 因为随时要被敲醒 所以你的对象是谁 你没有对象就是一种自我对话 我们有对象还好处理 其实最麻烦的是没有对象 你就很难一直劝发自己的菩提心 你就劝别人 还可以说你的问题是什么 还可以鼓励对方 你在当自己的时候 你不可能犯你自己啊 你就说我是佛 我真的是佛 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呢 就会后面有一句 就在那边 就是又变成一种怨恨 但是说其实这个真的是不容易 那你说培养信心 你看光是看这前面这个名像就很厉害 就是他要治啊 会治疗 所以你看刚开始发心柱 然后接下来治 这个治这件事情就是大雨治水 有没有 你要治水患 那医生治病 对不对 佛陀治心 佛法治心 那你的心有没有病 有病啊 我们是不是常常有的时候病态 病态到变态 是不是 又要人赞叹 又要确定他是真心 有没有 他 你如果只是例行公事 又觉得不满足 然后又要告诉自己不要执着 他说没有关系 我不执着 但是他真的没有赞叹你的时候呢 你又不重视我 他重视你呢 你不要太注意我 我这样我压力太大 没你适合啊 其实 甚至是很讨厌的 有没有 就是这样 又傲嬌 然后又要谦卑 然后又要放下 无我 然后又我跑到前面 很在意自己 有没有 无我 就每天就是在那个地方 就转圈圈 我就研究为什么叫做水逆 就是水星逆行 这样 原来这个人家讲什么水逆 我说那什么东西 水星逆行 其实他没有逆行 他其实一直是这样子顺 这样子走 对不对 但是因为我们的角度 那个地方一看 他怎么在逗退路 是这样 是我们的角度跑去 被他拉扯的 那我们的心也是这样 其实心一直在往前走 你的道业没有退步 可是因为我们的角度 就在那边瞧瞧瞧 我好像在退步 这样子 逗退路也是在路 了解吗 了解吗 其实就是这样 但是因为我们的心有前后 我们的心对于法 感觉有顺序有前后 所以你就觉得说 譬如说治地住这个治 治病要怎么治 要不要治 头痛要不要医头 脚痛要不要医脚 好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是症状治疗 对不对 你要先解决头不要痛 可是还要再找 为什么头痛 头痛的原因 那你去找原因 他有一些原因 可是你不能因为说 我知道你头痛的那个原因 不再头了 你就不要自头 你痛死了 所以你要先止痛 止痛之后再去找 原来是因为最近都没睡觉 那你就去解决那个原因 这两件都要治 你不能说 我知道你的病就是心 那就像戒律 持戒 持戒就是因为做不到 才要去持 你说等我做到了再持 那你不用持了 你的头没有痛了 你何必治头痛 是傻的 对不对 所以戒就像是什么 就是像那个头痛药 心痛药 你哪里痛你就吃哪个药 这叫做治地 治地就是持戒 我去受哪些戒 我怎么知道我的病 我全身都是病 那你就是去受那个菩萨戒 因为菩萨戒就无量无边 是真的 你不管做什么 你只要心不对 你就都是病 心态不对 做什么都是病 做在哪里 住在哪里都是病 跟什么人在一起都是病 因为你的心态不对 那菩萨就是直接把那个菩提心 你拿出来用 你到哪里都对了 你就是只要你那个心对了 你到哪里都是对 每个地方都是 跟你是善缘 你去想 你那个心想开了 你看谁都顺眼 你心想不开 你连水性都是逆行 有没有 真的 为什么逆行 其实人家没有逆行 你是那个角度把人家看成逆行 整个地球的人都觉得他是逆行 有没有 可是你去问水星 他有逆吗 他很冤枉 他说我正常走 你自己 怎么把我看成逆行 我又没有害你 我又没有害你 你了解吗 要智地要智嘛 智了之后呢 修行 然后慢慢的 你的那个菩提心 那种贵气啊 因为佛是很尊贵的 我们的菩提心是很尊贵的 你要很珍惜 很爱惜你自己 就要深贵住 有没有 好 不失慈戒 忍入精进 对应深贵住的是精进 到四地的时候叫做宴会地 那个智慧像火焰一样 你要怎么样可以 熊熊的火焰 然后站在你的位置 因为你得要先认清 你是住在王族 你是佛的弟子 你是王的孩子 贵族 为什么他叫贵族 因为他是出身决定 他的尊贵 不是他的能力 不是他的努力 是他的出身 所以我们要让菩提心 生在佛家 你只要出生了 你就是佛 是不是佛子 你是贵族 你有这种贵族的种子 你生出来的 结果就会是尊贵的 所以叫生贵住 那你怎样可以让他出来 我们以前都活得很卑微 活在泥闹当中 活在轮回当中 在轮回里面 我们的心态是什么 小鼻子小眼睛 然后想的都是贪嗔痴漫移 都是会让你轮回的念头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作鉴呢 因为我觉得 我就是那种卑微的 我就是乞丐 我就是穷小子 我就是哪里没有爹不娘 妈不爱什么 谁都不疼 你自己都不爱护自己 所以这个修行是这样 你要发菩提心之后 你让自己看到自己的尊贵 看到自己的了不起 看到自己的伟大 是啊 我们在家不容易感觉自己伟大 来到场 你就知道 原来我们是值得被珍惜的 然后呢 想尽办法 开始 到从身跪住之后 其他的时间呢 都开始 后面的部分 你开始肯定你自己之后 你后面的部分 其实开始会利益他 因为到第五 方便具足住的时候 你有神通了 你的神通 这时候修禅定嘛 修禅定不是为了自己修禅定 修禅定是因为 你的内心里面需要有 广大的智慧 那从自己的心 会产生神足通 产生他心通 产生宿命通 这些就可以怎样 如果我知道你的前世今生 我是不是比较能帮助你 是不是 你要当医生 如果马上知道他的病的根源 一看就知道他的病 马上就可以解决 病人的痛苦 那有时候呢 医生他会问啊 你怎么样 你哪头痛啊 还是什么痛 他会问 你得要先知道你自己嘛 可是病人有时候只是 一直很痛而已 他也不知道他怎么了 医生如果能够马上 从他的脸色 从他的脉象 从他的气血 从他的平常生活的作息 他马上就抓出他的毛病在哪里 那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医生吗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菩萨要立他嘛 立他是不是需要很多方便 很多方法 很多治疗的方法 现在我们来学佛 我今天发现自己已经 有一点烦恼了 但我们就要想办法怎么解决 那这个解决烦恼 解决了之后就不烦恼了啦 所以要去找到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阶段呢 如果有清楚的智慧 那一切清净智慧 皆由禅定生 所以清楚的智慧 由禅定而生 如果有清楚的智慧 你就可以施设很多种不同的方便 是这样 经常抽象啊 可是其实我们在道场里面 所有的设计都是方便嘛 是不是 所有的方便 只是有没有具足 有没有完整 方便具足住 然后呢 就真的能够怎样 振兴住跟不退住 读华严经的内容啊 你就会很明确的知道 这里面的细项是怎么做 你的心态是什么 所以呢 在后面呢 我们就讲到 这个是我们上一次的内容啦 上一次的内容呢 叫到了这个地方呢 这十柱啊 叫做习种姓 习种姓 就好像养一个小孩一样 到哪里呢 到第十教灌顶柱的时候 就是确定这个 菩提心已经登法王位 就是你确定是菩萨啦 确定是菩萨已经登位了 那这个阶段呢 都叫做习种姓 什么叫习种姓 种姓是菩萨 我们有菩萨的心 可是我们要练习 练习 因为以前没有练习 以前练习的太少 所以我们都练习什么 都练习起烦恼啊 我们练得很熟 有没有 一个要起烦恼 一瞬间 一瞬间哦 很厉害哦 突然驾起来 那个就是练习的很惯性 习惯 那发菩提心也是这样 我要慈悲也是这样 那个悲悯之心 有没有一瞬间 所以你看到那个 有人真的是陷于苦难 你一下子突然就很同情 有没有 好 你要去受菩萨戒 有没有一瞬间 好 就是眼凭你去受菩萨戒的时候 你那个法喜是什么时候跑出来 最后一天吗 没有啊 你在被 你在被载到门口 你就已经开始了啊 哈哈 不想回家 不想回家这件事情 不要跟司机讲 那你干嘛回来 撒清班是啥 三千万还在家里 三千万还在家 快了快了快了 三千万又在家里 就一起去啊 三千万就一起去啊 三千万一 丢给司机去养就好了 是不是 电头好 是不是 电头好 就两个一起去啊 把小孩子丢着 那三千万要先安置好啊 现在慢慢在放手 她是几岁 我一个大一 一个高二 一个国三 其实他们很想 你们赶快去出家 也没有 小孩子不太 没事了 因为我们太 也就是做得太好 所以他们还蛮 就是蛮喜欢爸妈 所以你们干嘛 做那么好呢 我们不结二缘 我们此生结善缘 我们说来生 我们就是做同修 但是此生结善缘 每天一直教育他们 所以他们只有我们学佛啊 他们支持 每天一直教育他们 就是你们三个 害我们两个都不能出家 这样 这是同一个团队的 一直互相抱怨 同一个僧团 同一个僧团的 一直互相都是你们 害我都要成佛 都没有成佛这样 所以这个阶段 就是洗呀 练习 练习当菩萨 那三个小朋友 是你们两个大菩萨练习的对象 那可以把三个照顾好 那就可以照顾无数 三千万是你们的愿力 是不是 所以三千万个人 百千万节 累生累劫来的缘分 我们要去算 所以呢 从假入空 观真地 要知道呢 要解决我们的轮回的习气 要用空观 要空观啊 有智慧 你才不会把习气当一回事 把轮回当一回事 甚至于我们练习行菩萨道 你去研究那个菩萨道 基本上 他就讲 犹如莲花 不着水 亦如日月 不住空 莲花不着水 日月不住空 教我们的是不着 不着 那你只要一直练习不着 你任何的众生来 好 都叫不着 这边 来给我 你这样喷 他就跑到我后面 好 这蚊子很喜欢我 都在我这边 我又变黄香了 我 好 就是 好 怎么样叫做不着 这个人 他是我的朋友 我想要他学佛 这是我的同修 我要让他学佛 你的心是不是想要他得到利益 好 得到利益 好 可是他不要听你的 那你要怎么办 叫不动 气死 你有没有执着 真没有善根 你有没有执着 学佛很好啊 你为什么不学 是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用执着的心 你度不动他 但是呢 你也不能说 我自己念我的 我不要管你 你好自为之 你何必讲这句话 你了解吗 不管讲或不讲 都是执着 因为是执着的问题 不是讲或者是不讲 讲什么 你要先调整好 你要先不执着 你才能够 你才能够拿捏得刚刚好 什么时候该讲 什么时候不当讲 什么时候讲这句话 这句话 怎么讲 因为你的目的 是要让他圆满嘛 好 可是因为我们带着一个执着的心 所以就会 行菩萨道会行失败 菩萨呢 遇到所有的众生 都要用这种态度 你不要因为他是你的谁 你就特别在意 越在意越难度 很多人说 自己的家人都度不动 不是 是因为你用执着的心 你对其他的众生 没有执着的心 好 你就不会有挂爱 有没有 可是呢 菩萨呢 他不是像我们哦 我对他都没有挂爱 可是你都没有度他 那也不叫菩萨 你了解吗 是没有挂爱 但是又能够 把他度成功 这个就是菩萨 我们所有的众生来 有没有缘分 都是有缘的 你才会看到他 你才会碰到他 才会听到他 才会跟他 在同一个空间 结缘 那我们怎么样 把握这一段的缘分 然后让他 真的进了菩萨的行列 你要度他 但是不是执着而度 有没有 可是世间人 没有度 只有执着 出世间人 只有 不执着而没有度 这是罗汉 声闻 我就不执着 可是我没有要度他们 就出离 他不执着 他解决的是执着这个事情 那菩萨呢 是不执着 但是我会度 这就是菩萨 那怎样拿捏的好 你在中道 的这条路上 你一定会 拿捏的很好 可是第一件事情 你要先不执着 所以这个阶段呢 是不是 所有的修行 跟藏教 跟通教 都可以对等 有没有 这前面这一段呢 有没有 通 这个藏 藏通 来 这边就是这样 都是对等的 在这边 好 有没有 他其实是对等的 在这里 这一个 别教的这个阶段 他其实是对等的 有没有 都还有相通的 同一班 所以这一班的功课呢 就是空观 空观是做什么 就是都不执着 练习都不执着 所以你要继续 不要度众生 也可以 你就留在通教 跟藏教 你还是会 所作以伴 有没有 还是会有 辟知佛 知佛地 还是有菩萨地 你可以通 去修得 也算是 没有挂碍 可是是不是很可惜 有没有可惜 为什么 因为你有这个资格 转班 继续走下去 有没有资格 因为你有能力啊 你都已经修到这里了 修到这一班了 接下来这个通教 后面没有东西 可以让你学 你学的已经够了 已经断除 界内的烦恼 见诗货已经断了啦 这个阶段很简单啊 就是 我就不会轮回了 就这样而已啊 有没有很厉害 有几个人能够做到 不容易吧 好 可是呢 如果我们没有想要 发心 没有想要发心 度众生 他会有什么结局 就是孤独终老 孤独终老 怎样孤独 因为你身边的人 永远不会学佛 因为你没有想度他嘛 我都修自己的 然后自己越修越好 越修越好 越来越厉害 家里面的 不学佛的 他30年 他还是不学佛 他同一个进度 他不会变嘛 然后你就一直学 一直学 有没有很认真 那你没有想要度家人的时候 你的程度会不会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你的家人 还是永远不知道 你已经是阿罗汉的 有没有 身边的人永远不知道你是谁 因为他们就是没有智慧 他就不知道你是大师 所以这种大师 一直在家的结局 就是孤独终老 没有人知道他在公事 因为他后面都在讲楞严奏了 他说话已经不是我们一般人听得懂的了 有很多人这样啊 在家居士的修行 修到最后的结局 就是他就越来越孤僻 越来越孤僻 都不想要理人 看这个什么甄嬛传 看什么黑暗荣耀 他有什么好看的 他要回到他自己的家 去对峙他的烦恼 那才是真正的黑暗荣耀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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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啊 你就是孤独到最后就是孤独 孤独就算了还好听 孤僻就很麻烦 真的啊就会变成怪啊 就是一个怪老头 怪老头很多耶 怪老太太也是很多 你知道修得很好哦 但是没有人理解他的世界 你没有再没有到道场 因为到道场他又闲啊 这些程度都很差啦 因为我们在道场就是 龙蛇杂虫啊 道场就是要给那个 都不会学佛的来嘛 有的学佛学很深 他就不喜欢去道场 都在讲那些跟法无关的人的事情这样有没有 然后他到最后就自己就回家 还不如我回家 我都可以念十部华严经 有没有 那个迟到的没有来 所以我可以讲它 十卷我一天在家我可以念十卷 我来到场还陪你们聊天 要不要聊这个念速度那么慢 还都不懂 还在那边什么读不完 什么还要摩赫萨就很欢喜 如果是这样子 你到最后就没有地方去啦 你只有待在家里 你才会舒服 因为太 那个叫不发心 就会这样 你哪里的都没办法去 你只能孤独啦 然后你就自嗨啊 自己觉得 你看我已经三果了 所以不再回到世间 叫不还 有没有 就不还了 我们这样开圣人的玩笑 不知道会怎样 因为我们要学圣人 那只有圣人了解我们啊 那旁边凡夫怎么办 我们都没有自我介绍 他不会知道你是谁吧 了解吗 所以有时候真的很妙 就是你想一想呢 还是其实你是没有那种 没有那种坚决的那种孤僻 然后一定就是做这个 藏教的修行人 然后完全没有挂爱 你一定心有挂爱 你才会现在来听到别叫 尤其是你又送华严经 你就放不下众生 你为什么不要拥抱众生 你了解吗 我们又没有办法完全舍离 你如果有办法 你就是出家嘛 出家可以容许你 完全不要管这个世间 你可以闭关 师父盖好道场 可以申请那个 永远都不要出来的 就在里面 我们就护持你闭关 一直闭关这样 只是我们在楼上念华严经 很大声这样 其实你的内心里面 你可以一直一直一直 就是像阿罗汉这样子 可是没有的时候 那你一定要想 不是 不是这个藏教不好 是你不是那个料 你是什么料 你是菩萨的料 总性就是菩萨嘛 你就是那个总性 你的菩提心就不会让你 只有去做那些 孤独的事情而已啦 好 那怎么办 你就要先练好啊 所以菩萨要行菩萨道 你要达到 你这个菩萨的发心 不会退转 保护自己的观形 叫做空观 你在所有的行菩萨道当中 你只要问你自己 还有没有执着 你执着什么 你还在执着什么 你就可以做很好的菩萨 好 但是你要先让自己 不要掉到 那个自己的牢笼啊 自己设下来的一些 进退两难的牢笼 我们常常就是 自己在那边打自己嘴巴 我要发菩提心 我不要了 我要发菩提心 我不要了 是不是 以前不是有 一个广告吗 我要做一个 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 爸爸我回来了 一下子就退转 我不玩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智慧没有开 没有认清楚这条路 本来就这样走 我们现在就是让自己智慧开啊 因为智慧开会怎样 为不退 正到为不退 好 第一个是为不退啊 第二个叫什么 什么不退 行不退 有没有看到行不退 好 这个地方是为不退 为不退对不对 好 到了十住之后 十行 十回向就是行不退 行不退 好 然后到十地 叫做念不退 好厉害哦 我们以为是为不退比较厉害啊 那个阶位 其实不是 是你的念不退最厉害 我们的发心哦 要带着我们到 彼岸啊 好 这个念是什么时候有的 这个念是什么时候有的 这念在哪里 这念就是在 初发心的时候 有没有 这个念就是这个时候的心啊 这个心啊 这个心呢 是什么样子的念 养性中道的念啊 从初发心 坚持到最后 你这个念始终没有改变 就叫做佛 你的念头没有变 不会那么 每天 今天说 一 明天说二 后天说三 你说换来换去 所以 这个叫做 得无功用道 谁可化机缘 能百戒作佛 菩萨很厉害的呢 是不是百戒作佛 他什么时候可以百戒作佛 他到欢喜地的时候 就百戒作佛 在一百个世界 他可以作佛 百戒作佛 你一个世界作佛都已经很难了 竟然 别教的菩萨 在欢喜地才出地哦 他就可以百戒作佛 那请问他到二地的时候就可以怎样 假设我们自己用依此类推 他是不是可能就千戒作佛 然后到三地就是万戒作佛 有没有 所以我们在读华言经 有没有 在 佛陀升到包立天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十千 贡品已经是十千了 我们现在十大供养而已啊 最多就是怎样 一千 一千盏灯 千灯 然后万灯 那你总是要看 有没有这种万人千人的法会吗 好 他到刀立天宫就这十千 十千是多少 万吗 他一出手最低层级就是万 所以刀立天宫的法会最少是一万 一万人以上 才要有一万个供品啊 有吗 好 那到夜摩天就已经叫百万了 他那个升级是跳级的 就到百万了 好 那再到都率天 那个刀立天再往上 夜摩天 夜摩天 然后再到都率天 就什么 千亿 百万上去怎么千亿 你看 因为已经开始超过不可思议 你就算不出来了 因为念头的升级是很厉害的 前面最 最久的就是在实性那个地方啊 拖最久就那边啊 所以三大阿僧奇节啊 最 拖最久的是第一大阿僧奇节 好 实信实住实行 实回向就第一大阿僧奇节 好 登地哦 登地到哪里 到那个 到八地的时候是第二大阿僧奇节 八地以后是第三大阿僧奇节 好 所以前面是不是 摸很久 摸很久 好 为什么摸很久 我们被谁障碍 被自己这个 这个叫见惑 怎样 这条路是我要走的吗 这条路是我要走的吗 不是 然后再换一另外一条 换一另外一条 好像这是我要走的 也不是 就一直是 然后去天上看看 去地狱瞧瞧 然后恶鬼 到处都晃来晃去 有没有 晃来晃去 都不叫做学 修行 晃来晃去 只叫流浪而已 何处是我家